我们来卖市场 找人做一些鸽子笼子 就是在国内网上找到照片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鸽子笼子长宽高确定30 40 50厘米 这是我们选的这个材料 这个底部和顶部用这种比较粗的 铁丝网 四周用这种很细很薄的铁丝网就行了 然后这个铁板放在 底部的铁丝网上 有的时候啊他们真的是瞎开架 做一个笼子 报价3万卢狼 听我估算一下材料啊 我们做一个笼子用一个这种大的铁丝网 5000卢狼 用这个小的铁丝网6000卢 材料费大概11000卢狼吧 然后你的笼费是吧你算4000也才15000 他敢给我要价3万 那个笼子太贵了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想法 我们提供材料 看他收多少钱的加工费 有的时候真的他们当地人开价开的 太高了 太高了 我们说我们提供材料 让他们帮我们做一个笼子 加工费还要再收1万卢了 在中国 花几十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很好的笼子了 到这边做一个笼子 感觉我们要3万卢了 行吗 好 这边不 gospel 好 好 一eri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